請吳部長 政委員好 部長好 這一陣子也是辛苦了 那今天的新聞說 520在即 國安跟外交團隊 將要改組 您個人的位置會不會有變動 這個我沒有辦法講 您需不希望有變動 這個我沒有辦法講 今天的報紙上面這樣說 暫時沒有選擇戰場的權利 我是為中華民國的外交在努力 只要到哪裡去 可以發揮我都會到哪裡去 個人的部分這個回答100分 那我今天要請問你 報紙上寫說駐泰的代表 準備要回來接任 這個其他的職位 喬委會的職位 那麼駐泰的大使有可能要換人 那我想請問 現在各國大使有沒有要配合調動 跟委員報告一下 駐泰國的同政員大使 他是因為階調期滿 他自己希望能夠回到學校去 現在 我是要說 由於520 這個國安外交團隊 有可能變動 那您個人會不會變動 那當然是總統的權利 可是現在問題在哪裡 全球都在防疫當前 各國的外交部門 各國的政府都已經交頭爛額 現在這個時間點 是不是能夠在各國進行調動 其他國家能夠接受你去 這個相關的外交的這樣的一個 層遞 或者說是相關的這樣的人事的作業 都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說我這邊今天要跟你請問 不是只是你個人的這個職位 而是現在這個防疫的當頭 各國都在這個忙這個防疫的時候 國內呢 國防部的狀況現在就在出包 所以我是要告訴你說 現在的外交團隊 其實還是燒安物造 基本上還是防疫為主 這是我今天要跟你談的 OK 那跟委員很簡單的回應一下 就是說 外交的確也要考慮到各式各樣的這個狀況 也要考慮到我們的外交的狀況 那如果說這些定期調動必須要來進行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辦法不進行 現在啊 敦目艦隊才剛出事啊 他就是堅持說 必須要按照他的這個狀況去走 然後呢 沒想要現在跑出這個狀況來 漢光的演習 漢光的兵推都可以往後延 你現在還要按照一般的時候 來正常的調動 那你等著看這個後面會有出現什麼問題 第二個我要跟你請教 這兩天大家都在看北韓的這個情勢 是有所變動啊 外交部目前對這個區域局勢可有掌握 有 我們都有想辦法去掌握了解 而且跟有盟國家相互交換 你們目前掌握的狀況是什麼 我們有看到幾個不同的報導 那當然CNN的報導就是病危 那但是還有很多其他的這些報導 看起來是那個CNN的報導不一定是準確 那我們跟這附近的國家的情報交換 可有密切的進行針對這件事情上 有關於這個情報交換的內容 我沒有辦法跟委員說 好 那我是要請貴部在這個時間點上密切的注意 因為這個是在東北亞 東亞這個地方 區域穩定 相當重大的一個因素 如果我們當時還在府裡面 早就已經開始進行國安高層會議了 所以我想這個是我們都知道 它的背後的重要性 再來我想請問一下 這次敦睦艦隊去帛琉 這個外交新聞上面都說 是外交部的堅持 你看這個新聞這樣寫 這是錯誤的 這是錯誤的 你們有沒有對外一再的澄清 有 我們的市長在外交部的答詢裡面 都有一再說明 我們的敦睦艦隊 是他們每年的長行的遠訓 這個是他們必要去做的事情 等到他們確定了 那我們知道說要去哪一個國家 我們外交部才百分之百的配合 所以這個不是說外交部堅持的 所以我這個地方就是要跟你再確定 其實那天也是我在問徐司選次長 那我現在就再問一下部長 我們跟帛琉的邦交有沒有出問題 不會有問題 沒有 跟帛琉的邦交沒有出問題 沒有問題 這次敦睦艦隊出航跟維持帛琉邦交沒有關聯性 是沒有關聯性 這是你說的沒有關聯性 好 我也希望是沒有 好 接著我們就來看下一則 好 接著我們就來看下一則 好 這個新聞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得懂 好 這個新聞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得懂 你的判斷是對的 但是齁 嚴格來講 在你這任內已經連續斷交幾個國家了 而在那之前其實你都一再的保證說沒有問題 那結果最後還是出狀況 所以你這次也仍然是保證沒有問題 我還是希望你是對的 因為我也不希望這個邦交國出問題 但是我要提醒你 現在這個狀況 其實要值得注意 去年十月的時候 曾見副總統是不是曾經到梵蒂岡 是 第一個 他當時有沒有見到 他見到教宗有沒有跟 這個 跟副總統合照 這個細節我請 我們的市長跟你說一下 好 江森 是 維吼 市長 對 當時那個副總統去 教請的時候 他當然是有跟教宗見面 對 有沒有合照 有 他們有 他們有照相 對 他們沒有公佈嗎 那我們後來有沒有拿到 其實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因為他是針對豐盛的 對 所以豐盛的幾個國家的照片 他是有公佈的 對 那我們呢 跟我們副總統的人都在那邊了 他有公佈跟我們副總統的合照嗎 因為他公佈的就是那幾位豐盛的國家 所以沒有 對 那我們後來自己這張照片有沒有拿到手 我們有 我們有 有拿到手 基本上是這樣子 因為他一般的原則就是說 他是 針對豐盛的國家 然後 因為當時在參加會場 有很多一些各國的政要 所以他 他有一個公佈的原則 好 那我們自己拿到手了 這麼好的一張照片 我們有沒有公佈 我們其實基本上就是 因為 我們是跟教廷之間是這樣 因為他是 以這個豐盛的國家 作為一個公佈的原則 他的部分是這樣啊 那我們自己拿到了 我們不敢公佈嗎 其實不是不敢公佈的問題 因為這個其實就是說 在他這個公佈的時候 他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他是他的部分 我一直在問我們的部分 今天你要是到美國去 跟第一夫人見個面 我們自己難道不想要公佈他 我們在IPEC 那個代表跟這個 美國的代表走在一起 都趕快拍照回來了公佈了 你今天如果拿到跟教宗的照片 為什麼不公佈呢 到底有沒有 我覺得這個 我們可以就是說 可以再跟教廷這方面 再了解 因為當初大家 這個公佈的原則 那部長來 我想這個照片到這邊 有照片 基本上這個能不能公佈 我要請你們做一個判斷 那這個東西背後 事實上也是我們跟 這個教廷之間 這個邦交之間的這個微妙的關係 到底到什麼程度 所以我要提醒你的是注意 最後我一個問題 這個要跟委員很簡單的說明一下 就是說外交很多的這些公佈的狀況 都必須要兩邊講好 不管是跟美國跟日本 我就是要告訴你 所以沒講好就是問題了 為什麼講不好 所以我今天拿這個照片 只是要問你說 我們現在跟 梵蒂岡的邦交 教廷的邦交 講不好那個關鍵在哪裡 我最後一分鐘 口罩 現在你援助這個 其他國家大概口罩數字在這邊 事實上請回謝謝 但我現在要問就是說 基本上我們心有餘力都捐人家 那我們國人也會支持 現在希望政府公佈口罩的統計 國人支持會高一點 但我要問的就是說 你這有一些地方是不能夠 飛機過去 你是不是用口罩的專機送過去 對不對 像德國或什麼 不是專機 是用我們華航的貨機 貨機 但是有些地方它已經不能夠降落 但是我們還是專門的飛機過去 對不對 不是 是如果說不能夠 我們華航的飛機不能夠到的話 是到我們華航可以降落的部分 然後在地面的貨運 好 我現在問題不在這邊 我問題要問的是說 很多國家都拿到我們的口罩 可是當地的僑民 當地的僑民 沒有順便拿到這些口罩 外交部在思考的時候有沒有思考過這些 我們在僑委會當時問的時候 海外幾百萬台南人才拿五萬片口罩 而我們現在 飛機就戴著我們的口罩 數十萬片 上百萬片 到德國 到什麼地方 可是有沒有記得把我們的僑民 帶口罩去呢 我們的這些口罩是要幫助那些第一線的醫療人員 當然沒有錯啊 但是我們自己的僑民 在那邊可能幾千人 幾百人 有關於僑民的部分 是透過既有的機制 那如果說 不是這個二等親以內的 這個業務應該是僑委會的責任 很多僑民 難得有這個飛機戴著口罩 飛到他們國家 然後他們 看著眼睜上看著這些口罩 然後最後他們通常都沒分到 部長這個絕對是問題啊 我今天早上已經有說明過了 就是說 如果要透過外管的方式 可能會有實際上的困難 那些疫情最嚴重 我們僑胞需要協助的這個部分 部長 已經疫情嚴重到 我其實給你一個機會 讓你去調整 連我們外管都沒有辦法上班的地方 部長 我要給你一個機會去調整 現在僑委會也在那邊發 你幫他們帶又會怎麼樣呢 老實說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你現在還有第三波還要送對不對 你之前就算你忽略掉 你再過來可不可以做 你送給這些國家的地方 可不可以帶一些給我們的僑民 跟委員報告 我們都有在做討論 可以嗎 都有在做討論 但是怎麼送這件事情 就你不能決定就對了 這個不是我的權責範圍 那你就直接講吧 有參與這些討論 那至於 盡量幫我們的僑民爭取 好不好 可不可以幫我們僑民爭取 我當然是可以爭取 也會盡量參與 好 謝謝 謝謝